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当我订阅这个旅程之后突然有一些旅游的合作 刚好他们觉得日本东京这个地方很好 所以中间是有一些拍摄的 但拍摄都是由我老公在 当然由他拍摄 真是好 又工作 又可以去旅游 和自己的努力一起 没错 这三件事是很重要的元素 这三件事固然重要 不过方建仪也不会失去父母那份 他透露年底就会全家总动员 一起去旅行玩回够本 我带了全家一起去加拿大探亲 还有会去看北极光 去黄都镇 听闻黄都镇是全世界最活跃的北极光地带 所以希望我两个老公都会看得开心 因为我妈那个期望很高 她很想看到 而且我妈很喜欢拍照 你看大妈去旅行的时候 已经知道我妈到处拍摄 拍摄后要摆上社交网站 很希望 我都很期待 年底的旅行 我每个月都好像去一次旅行 就是被人打 方建仪经常周游列国 真是令人又羡慕又妒忌 不知道她又有没有想过做旅游达人